有些人,口臭较重,自己就可以闻到自己的口气臭味,而有些人,通过他人的反应,才知道自己口臭,自测口气的方法,将左右两手掌和拢并收成封闭的碗状,包住嘴部及鼻头处。 然后向聚拢的双掌中呼一口气后,紧接着用鼻吸气,就可闻到自己口中的气味如何了。 口臭的原因有很多种,一起和五十一阳身往小边来看看吧。 口臭的原因一,少女口臭,有些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女性,卵巢功能不全,性激素水平较低时,口腔组织抵抗力下降,容易感染病菌从而产生口臭。 二,口腔疾病,患有蛆齿,牙银盐,牙周盐,口腔粘膜盐以及蛀牙,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人,其口腔内容易滋生细菌,尤其是燕氧菌,其分解产生出了硫化物,发出腐败的味道,而产生口臭。 三,吸烟,饮酒,喝咖啡以及急经常吃葱、蒜、韭菜等辛辣刺激食品,或是好臭豆腐、臭鸡蛋等具有臭味食物的人,也亦发生口臭。 四,节食减肥,或因病不能进食,或老年人的唾液腺功能降低,妇女在月经期间出现内分泌稳弯而导致唾液分泌减少,有利于燕氧菌生长,因此发生口臭。 口臭患者会出现的危害一,影响自身心情,心理学及生理学研究表明,清新的口气对人体下丘脑垂体的分泌功能,具有实实在在的影响,对于神经系统亦有直接影响,清新的口气不但能够令人感觉愉快,增强自信,甚至能增强人的判断能力。 当一天的工作和生活,那是从不清新的口气开始的,很难想象这个人在这一天会得到一个满意,高效的回报,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咀嚼口香糖等香口食物的原因,只是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,只能当时缓解口臭,而无法针对病因进行根治,二,影响自身食欲。 虽然有的人对自身的口臭并不十分敏感,其实在无意识之中,已经影响到它的食欲与危险功能。 三,加重口腔疾病,调查表明,口臭严重者其口腔疾病的发病率比常人高出至少50倍,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吃什么食物好海带可以消除口臭。 今年研究发现,在海带中存在着高效的消除臭味的物质,其消臭的效果是现有口臭抑制五黄酮类化合物的三倍,因此,患有口臭的人,常食海带有消除口臭的作用。 近年研究发现,海藻类植物海带中含高效,的消除臭味的物质,其消臭的效果是现有口臭抑制五黄酮类化合物的三倍。 吃法,黄瓜海带牙排骨汤做法一,排骨洗净,放入沸水中汆烫去血水后,捞起以冷水洗净。 备用,二,干海带牙洗净,黄瓜去皮,切成块状,一人以冷水浸泡三小时后取出沥干。 备用,三,取一砂锅,放入水1800立方厘米,做法一的排骨与做法,二的一人,一大火煮滚后,转小火去煮约一小时,四,将浆片与做法,一的黄瓜块,海带牙,一小火去煮约30分钟后,加入盐,调味即可。 苹果细嚼蔓延,一个苹果,可以清除铺着在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,防止口臭,咀嚼过程还能促使唾液大量分泌,吸到清洁口腔环境的作用。 十把,苹果炖牛肉做法一,牛肋切块状,加少许盐巴,白酒,香料抓拔一下,备料苹果,红萝卜,西芹,洋葱都切块,蒜头切细末,平底锅加少许橄榄油牛肋,放入煎至半熟二,洋葱,蒜末,进来炒香,加迷迭香,百里香拌炒,一下再加所有食材, 加入红酒半煮,番茄酱进来炒上晒加水,盖锅所有食材放入月桂夜三,盖锅转小火炖煮约50分钟,起锅前下盐巴,黑胡椒调味就好了,莲藕莲除了好吃之外,营养价值还很高,除此之外,莲藕当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和食物纤维,对于健脾养胃都有很好的功效,对于因为胃肠疾病所引起的口臭,莲藕都有很不错。 的治疗和缓解功效,所以说,如果你的口臭是因为胃病引起的话,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莲藕,莲藕牛腩做法一,将藕皮抱去,切成滚刀块,并入废水锅灼水,二,牛腩洗净,切大块,也入废水锅灼水后备用,三,取来汤锅,注入足够量的清水,烧开后放入葱段,姜片,藕和牛腩块,加入料酒,酱油, 烧开后转小火,加盖炖两小时至牛肉熟烂,最后加入盐调味,减去葱段和姜片即可,口臭的禁忌,一,吃大蒜,洋葱和咖喱,二,吸烟或其他烟草制品,三,喝酒,除非因急患饮至口臭,否则只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,并保持口腔卫生,一般都可消除口臭, 口臭是极普通的疾病,通常由咖喱,大蒜,酒精或吸烟所致 您在这里也舒服 您好